葡萄牙1比0摩洛哥,C罗进球之后一套动作堪比乔丹,球迷叹为观止,北京时间6月20日晚8点,世界杯B组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比赛上演,由C罗领衔的葡萄牙迎战非洲竞律摩洛哥,在此前第一轮的比赛中,葡萄牙和摩洛哥均未取胜,葡萄牙凭借C罗的帽子戏法,和夺冠热门西班牙3比3握手言和, 而摩洛哥的命运被催,居然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下,给伊朗送上乌龙大礼,0比1赋于本小组最弱的对手伊朗队,因此,本轮比赛,两支球队都不容有失,关键时刻,依旧是C罗为葡萄牙解决战斗,挤上一轮狂进三球之后,本场比赛,C罗又有斩获,开场仅仅第四分钟,葡萄牙获得脚球机会, 目的尼奥开出一记落点齐家的脚球到禁区,中路插上的C罗一个逾越冲顶,将皮球顶进网窝,这虽然是个投球,但C罗的头太有力量了,皮球像剑一样窜入球网, 对方文将连反应都没做出,皮球就已经阴身入网,这就是C罗,力量,爆发力惊人的C罗,虽然整场比赛,葡萄牙打得并不好,甚至还被摩洛哥掌控住了局面, 但最终,却凭借C罗开场第四分钟的进球笑到了最后,而这个进球,对于C罗来说,还有特殊的意义,这个进球,不仅是C罗本进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,也是C罗国家队层面的第八十五个进球, 凭借今晚这个进球,C罗已经超越欧洲足坛传奇普斯卡什,成为欧洲国家队进球最多的球员, 对于C罗来说,这又是一场风神之战,进球之后的C罗,还像全世界的球迷,表演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, 这是C罗进球之后的一套庆祝动作,重大比赛取得进球,C罗都喜欢用这套动作,当时,C罗动身起跳,高高跃起,跳向脚球区, 在空中大概滞留有近一秒的时间,而后,在脚球旗边上纵身落下,整套动作非常的舒展和写意, 脚健的身姿和无语伦比的弹跳力显露无语, 据此前的西班牙马卡报称,C罗高高跃起空中滞留的时间足,可和NBA传奇巨星乔丹相媲美,乔丹空中滞留时间为0.92秒, 想来C罗的空中滞留时间也相差无几,33岁的C罗,他的生理技能几乎颠覆了人类幻常的物理病率, 别的球员到了33岁,只能踢半场好球,而他,却整场飞奔,毫无疲态,而他这一套霸气侧露的庆祝动作,更是彰显了他无语伦比的体能优势, 这样的C罗,绝对不能以一般的球员去衡量,黄马总是嫌他年事已高,不肯给他掌心, 可是,C罗却一次次用彪悍表现打黄马高层的脸,但愿黄马能幡然醒悟,对C罗提出的掌心要求重新考虑, 要不然,如果C罗真的被别的俱乐部挖走了,黄马恐怕要追悔莫及。